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大早馬上就要為您帶來 來自亞運的好消息 就是我們的華倫溜冰女子一萬公尺的項目 在剛剛比賽已經結束了 這一次我們中和隊拿下了金包銀 這回呢我們參賽的選手包含了 施沛宇以及楊和珍 兩個人呢分別是拿下了金牌以及銀牌 那施沛宇的部分呢在這一次的比賽 最後所繳出來的成績是17分23秒 219是拿下了21分的得分 而至於我們這次華倫溜冰的傳奇 楊和珍呢則是17分23秒 點879拿下了18分的得分 最後呢也在競速華倫溜冰 一萬公尺的項目當中 替我們拿下了金牌以及銀牌 那我們知道呢楊和珍 其實在這一次的亞運結束之後 他將會是最後一五 換句話說呢 他這一次在亞運是以銀牌 替他的職業生涯 算是劃下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據點 所以真的是非常恭喜 我們的華倫溜冰 這兩位選手在今天一大早 就替我們拿下了金包 也當然後續還有男子比賽的項目 我們也來持續關注 不過呢今天還有其他哪一些賽事呢 包含了我們的女子雙打的部分 我們稍後呢 珍家姐妹將要對上的是 由梁恩碩所領軍的女子雙打 將會是上演一場中華內戰 所以呢換句話說 我們即將呢 在不久的一兩個小時之後 也即將迎來在女子雙打網球的金包營 但是值得關注的是梁恩碩 因為呢今年他其實不過才二十二歲 雖然大賽經歷呢 是沒有他的對手 珍家姐妹這麼的豐富呢 不過呢他其實 回球的威力是十分之強 因此呢在台灣還有台灣小鋼炮之稱啊 尤其呢他在女霜結束之後 在稍晚一點鐘的混霜呢 他也即將要來出賽 所以呢他今天非常有可能 替自己一口氣拿下兩面獎牌 所以呢也請觀眾朋友替他加油 而另外在田徑的部分方面呢 我們的楊俊翰台灣最速男 在今天稍晚呢七點鐘將會跟林佑賢 會在男子一百公尺的半決賽當中出賽 那半決賽呢顧名思義 在比賽結束之後呢 在晚間的九點五十五分 將有機會來挑戰獎牌 究竟我們這兩個台灣雙熊 晚間一百公尺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三天新聞也會持續帶您來關注 那以上呢今天一開始就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 好消息真的非常開心 同一時間我也邀請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持續替我們台灣持久加油 閒進鏡頭先還給淑君 出動作中 大王